來分享 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影片早晨 今天我們來看《耳朵阿書》的第37章 分段其實就好像是… 好像是三幕一樣 我們當今天好像在這裡看一個話劇 看一個電視劇 這個高潮跌起的一集 第一幕就是第一節到第七節 就是耳朵阿的宣告 然後第八節到第20節 西拿基納的反應 或者他那邊的情況 然後21節到35節 就是耀華的回應 然後36節到最後 就是西拿基納的結局 我們來看這一張聖經 很精彩 先讀第一節到第七節這一段 他說 《希西家王聽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 進了耶穀華的殿 使家在伊利亞勁和書記謝伯拿 在並濟師中的長老 都披上麻布 去見阿摩斯的兒子 先知異錯下對他說 《希西家》如此說 今天是吉蘭澤佛寧辱的日子 就如婦人將要生產嬰孩 卻沒有力量生產 或者耶穀華你的神 聽見拉伯沙基的話 就是他轉為阿瑞王 打發他來欲罵永生神的話 耶穀華你的神聽見這話 就發斥責 故此求你為聖余的民陽聲討告 《希西家王的神伯》 就去見伊塞亞對他們說 要這樣對你們的主人說 耶穀華如此說 你聽見阿瑞王的伯人 蝕俗我的話 不要懼怕 我必驚動他的心 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哪裏倒在刀下 整件事 這一章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希西家王聽見》 《希西家王聽見》 聽見甚麼呢 其實就是聽見他那三個眾神 就是回來報告 就是拉伯沙基所說的話 說到大言不慚 那種氣嚴 直呼他做《希西家王》 連王子也不用 就是昨天的那章 甚至說 我給你2000匹戰馬 如果你夠人可以騎的話 先再說 就算你夠人騎那2000匹的戰馬 都未必打得贏阿瑞最少的一個軍長 你憑甚麼呢 然後還要大言不慚 就是從來有哪個國家的神 可以救他自己的國家 脫離阿瑞人的手 甚至連這個 不覺以色列都亡在阿瑞的手中 誰會救你呢 這就是那個問題 當然這番說話 背後也有大大的侮辱神 將神等同於這些人手所做的木頭石頭的偶像 甚至宣告就算是姚華 都不能夠救耶路撒冷脫離阿瑞的手 等於直接指姚華根本沒有力量 可以對抗阿瑞的大軍 所以到了這個地步 這番說話 希西嘉也聽見了 他那幾個眾神都將他 應該回報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的反應是怎樣 他就撕裂衣服 其實希西嘉王未聽完他說的時候 應該都心之不妙 因為那三位大神 一聽完拉伯沙基說的話 當場就撕裂他們的衣服 回去見希西嘉 所以希西嘉應該是 坐在朝堂之上 或者坐在他的王座上面 看到這三個眾神來的時候 他的衣服都已經撕裂了 應該是以色列人的習慣 遇到一些重大悲哀的事情 或者聽到一些惡號的時候 就會撕裂衣服 這三個尊貴的大人 一起都撕裂了衣服 你都應該知道 這一次的出事 去見這個拉伯沙基一定是 聽聞了惡號回來 所以當希西嘉聽完之後 他的反應跟他三個大神一樣 撕裂衣服 然後他就披上麻布 披上麻布的動作 在以色列人當中代表謙卑 代表將自己謙卑下來 因為王本來應該是穿著王服的 王的王服當然是非常尊貴 非常華美 現在撕裂了王服 撕裂了王服 不只把麻布披上身上 即是一洗去 以王那種威風的尊榮 所以這是一個極大的反差和對比 亦表示自己 進入一個非常卑微的景地 不再以王的身份 以一個披上麻布的 一個謙卑人的身份 做甚麼呢? 進入搖華的電 這個是希西嘉的一個最特別的舉動 就是他聽完這個消息的時候 竟然他主動自己進入神的電裡 而且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用一個謙卑的位置 作為一個謙卑的人的角色 不是以王的角色 進入搖華的電 當然就是去尋求神 這個動作對希西嘉來說 我想在神的眼中 也是非常喜悅的一件事 因為他再不是找人的方法 不再是找其他方法 其實希西嘉也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既然這個兵臨城下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盟友 這次他竟然不去找那些盟友 其實事實上 神之前一直跟他說 你那些盟友是靠不住的 埃及幫不了你 那些盟友幫不了你 只有神才可以幫到你 但問題就是 盟友是看得見的 你可以跟他握握手 你可以捉得到他 你感覺他很實在 神看不見 所以希西嘉一直心裡都飄來飄去 他一直都用自己的方法 就是靠這些盟友 後來盟友靠不住的時候 他就倚仗這個錢財的能力 所以就交這個佛金給阿朔 希望用錢去解決問題 到現在 當他聽到這個惡號的時候 他已經不再用任何其他方法 他真的悔改 他主動自己走到神的殿裡面 而且披上麻布 不僅如此 他還使得他的家宰伊利亞徑 和書記謝伯拿 並世思聰的長老 都披上麻布 去見阿摩斯的兒子 先知以賽亞 他自己就進去聖殿裡面 然後他組成了一個 最高級別的一個代表團的班底 包括他的家宰伊利亞徑 包括書記謝伯拿 還有祭司 祭司聰的長老 這些德高望重的祭司 都一起披上麻布 黃的一聲令下 這個代表團 全部都披上麻布 用一個謙卑的姿態 去哪裡呢? 要去見阿摩斯的兒子 先知以賽亞 就是打發這個代表團 代表著黃來見以賽亞 但是這個代表團 不是以一個高姿態去見以賽亞 這個代表團 全部都披上麻布 全部都以一個極謙卑的姿態 來到以賽亞的根治 而黃自己已經在聖殿裡面 所以你看到他兵分兩爐 自己披上麻布 用一個謙卑的姿態進入神的殿 自己親自去面見神 但是… 因為… 不知道自己能否聽到神的聲音 所以他就再組一個謙卑的 最高級別的代表團 去找先知 同時間進行 自己來面對神 也找他的代表去找先知 看看自己在神面前 向神所發出的呼求 神是否聽 如果神聽的話 必定會藉著先知來回話 這就是希西嘉的信心 這也是希西嘉這次行動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不逃避神 他真的親自去面見神 也尊重先知 派出一個這麼高級別的代表團 到先知的面前來問 而且他將自己的一番說話 交託給這個代表團 吩咐這個代表團 你看到先知的時候要這樣說 所以下面這個對話 其實就是希西嘉自己所說的說話 希西嘉如此說 他說 今天是急難摘罰凌辱的日子 就如婦人將要生產嬰孩 卻沒有力量生產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希西嘉表明 現在他們遇到大的困難 這個困難是一個急難 即是突然而來 真的突然而來 因為他們本來想交了罰款給阿瑞 阿瑞說過 收了錢之後就可以了 就放過他 真的有點像那些黑社會 收到贖金我就放人 誰知道收到贖金之後 突然之間反面不認人 撕票 所以對希西嘉來說 這是一個急難的日子 即是突然之間 這個災難就臨到 他也知道這是一個責罰的日子 是因為他不聽神的勸告 他倚仗埃及 倚仗其他勢力 沒有專心的仰望 依賴耶和華 所以這裡 這是一個責罰的日子 是神的管教 但是也是一個凌辱的日子 因為前面那一章 拉伯薩基所說的話 無論是對以色列人 對希西嘉 甚至對神 都是一個很大的羞辱 對方的驕傲 對方的拔惡 已經去到一個頂點的地方 所以其實在希西嘉的眼中 看得很清楚 今天所遭遇的這一切的情況 是一個什麼的日子 他的心好像醒了過來一樣 他看見是神管教他的日子 他看見這是一個遭遇大困難的日子 他也看見這是一個神的巴星 甚至他自己受羞辱的日子 所以在這個日子裡的時候 他也看見自己 就像婦人將要生產嬰孩 卻無力量生產一樣 他也看見自己的力量已經用盡了 他以前很聰明 有玩外交場就羨慕的樣子 就是拉攏各國 用結盟對抗這個壓術 這一招走不通了 埃及自己都自身難保 你最強的聯盟的主力 都敗陣了 所以外交手腕走不通了 金錢的賄賂 對方收了自己不認帳 所以他也發現自己的能力用盡了 完全沒有辦法 甚麼方法都用盡了 最後真的來到神的面前 只能靠神 所以你看見這個是 希西格現在的狀況 在這個狀況裡的時候 他的確站在一個謙卑的位置 承認自己的不能 承認自己的不足 承認自己就像那個 一個鏟爛的婦人將要生產 卻無力生產一樣 其實在古代 一個婦人將要生產 但無力生產 在一個很危險的時候 因為分分鐘就一絲兩命 所以他就承認 現在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自己連力量都沒有 這樣下去的話 分分鐘真的 真是命都保不住 所以他就把這個說話 帶到神的面前 不過他後面就補充 當神見到這樣的情況 看見希西格的謙卑、迴轉、悔改 承認自己的軟弱 承認自己的不能 或者神聽見這個拉伯沙基的說話 就是他的主人 阿帥王打法他 來欲罵永生神的說話 要說你的神聽見就發斥責 唯一一個希望就是 神都聽見這個拉伯沙基所說的說話 這個拉伯沙基就是趁以賽 這麼弱的情況之下 連神都欲罵 這番說話的意思就是 他打我不要緊 他現在連你都打 他罵我也算了 是吧 你有沒有試過 可能你的兒子放學回來跟我說 我的同學 小強 他罵我就算了 老爸他連你都罵了 就是沒有辦法 打也不夠他 打也不夠他 最後就是希望老爸出手 所以就來到老爸的面前 來到老爸的面前 就很可憐 他說 老爸他罵我也算了 他連你也罵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說 或者希望神 聽見這句話 就發斥責 所以他就在這裡 用這個代表團 就求以賽亞做一件事 就是為聖語的文 揚聲討告 在這個時候 希世家自己已經在聖殿裡呼求神 向神應該是撕跌心腸去悔改認罪 同一時間 他們都叫以賽亞先知為祂討告 為整個國家來討告 所以他是相管齊下 自己討告 自己呼求 自己認罪 也都請先知來代求 所以希望神真的聽 希望神真的看 然後他也不知道神會如何出手 總之 現在已經無路可走 就在這樣的場景之下 以賽亞這樣回覆他們 他說 你要這樣對你們主人說 這個主人當然就是希世家 耶穫說 如此說 你聽見阿術王的仆人 欲涉我的話 不要懼怕 我必驚動他的心 他要聽見風聲 歸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哪裏倒在都下 神果然聽見 神說 你聽見亞術王的仆人 這樣接觸我的話 不要怕 我必驚動他的心 驚動他的心 原文就是使靈進入他的心 神要使一個靈進入亞術王的心 然後他聽見風聲 就要歸回本地 即他就要退兵了 而且當他退兵之後 他必定倒在都下 這就是神向亞術王所發出的審判 即是好像 總之就是在一個急爛的情況下 神要讓一個靈進入亞術王的心裡 使他反過來 走 回去 回去的日子必定死在都下 這就是神給他的判語 所以究竟是甚麼風聲 究竟是甚麼靈進入 我們就看第二大段落的場景 八道到二十節 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見亞術王攻打納蘭 原來他早前聽見亞術王不仍離開拉吉 亞術王聽見人論古實王達哈加說 他出來要與你爭戰亞術王 一聽見就打法使者去見喜世家 吩咐他們說 你們對猶大王喜世家如此說 不要聽你所依靠的神氣控理說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亞術王的手中 你總聽說亞術王諸王 向列國所行的乃是進行滅絕 難道你還能得救嗎 我列祖所毀滅的就是 歌善哈蘭利息和屬提拉撒的伊甸人 這寫國的神何曾拯救這寫國呢 哈馬的王、阿爾伯的王、西法阿欽城的王 希拿和伊亞的王都在哪裡呢 喜世家從使者手裡接過書信來看 完了就想亞術王的店 將書信在亞術王面前展開 喜世家向亞術王討告說 坐在伊基路牌上萬鈞之亞術王 以色列的神 你唯有你是天下萬國的神 你曾創造天地 亞術王求你質疑而聽 亞術王求你睜眼而看 你要聽西拿基納的一切話 他是打法使者來欲罵永生神的 亞術諸王果然使列國和列國之地變為荒涼 將列國的神像都榮在火裡 因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頭的石頭的 所以滅住他 亞術王我們的神 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術王的手 使天下萬國都知道 唯有你是亞術王 神藉著以賽亞回應 其實已經回應了棄世家 就告訴神會出手 這個亞術王必聽見風聲而掉轉頭 一個大U-turn回去 回去之後他會死在刀下 這就是神所說的 神一定會解救耶路撒冷 但是… 這個風聲是怎樣呢? 神說完這句話之後 其實在亞術的大型中 果然已經出現了一些風聲 這個拉伯沙基本來已經冰臨城下 他回到頭 正預見亞術王攻打納拿 然後聽見亞術王拔刑離開拉吉 所以… 其實他暫且離開耶路撒冷 本來他已經是圍城的 但是他回去跟他的主力部隊會合 因為亞術王剛剛攻打了拉吉 現在轉移去攻打納拿 納拿其實比拉吉更接近耶路撒冷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他的主力大軍是進一步逼近 他現在暫且拉伯沙基 退兵其實是匯合主力部隊 當他們攻打納拿之後 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 因為如果他繞過納拿來攻擊耶路撒冷 那就變成前後受敵 所以他才搞定納拿 其實就是說更龐大的軍隊 將會直至耶路撒冷 而且他去攻打納拿之前 已經將拉吉打了下來 所以兩軍會合 但是兩軍會合裡面 聖經透露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第九節 亞術王聽見人論古實王達哈格說 他出來要與你爭旨 其實他已經收到一個風聲 這個風聲是什麼呢? 這個風聲就是古實王要出來 跟亞術來決一死戰 所以其實在亞術王的心裡 可能隱隱的有一點點不安 這個風聲已經出現 這個不安的靈已經進入他的心裡 所以如果真是古實王出來跟他交戰的話 而他又未曾將耶路撒冷攻打下來的話 有機會就是二打一的局面 所以這個也是亞術王當時要面對的 當然古實王是誰呢? 其實這個古實所指的就是埃及那邊 應該是埃及的第25王朝 但是為什麼不叫他做埃及法老 而叫古實王呢? 因為這個名字 達哈加當時還未坐在法老的位置 他只是一個王子的身分 可能就是由王子親自領軍出戰 收到這樣的風聲 雖然其實不久之前 埃及才敗在亞術的手中 但不代表他不會捲套重來 所以這個風聲傳到亞術的耳中的時候 其實亞術是有一點點不安的 所以亞術王一聽見的時候 他就打發使者去見棄世家 因為他希望猶大如果能夠盡快投降 他就面對少一個敵人 就算埃及起兵 他也不會呈現一個二打一的狀態 所以他就猜派使者去威嚇這個棄世家 其實他自己心裡已經有點害怕了 但很有趣 他自己心裡有點害怕 有一個恐懼的靈在他的心裡 但他也釋放出恐懼 來威嚇這個棄世家 威嚇南國猶大 所以他再一次幾乎重複 拉伯沙基所說的話 所以可見拉伯沙基上次來所說的話 真的是亞術王心裡所想的 簡單來說他也是同樣的 舉一些例子等等 然後告訴你 你們不要聽希世家欺控你 神救不了你 列國當中 沒有一個神可以救到他們自己的國家 所以也不例外 你們唯一的出路是什麼呢? 快快地投降 讓我將你們擄走 去另外一個地方 你們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樹上的果子 吃無花樹的果子 喝自己的井水 否則勝破之日 我必定屠城 這個其實就是亞術王所發出的威嚇說話 就是告訴你 只有一個路 就是投降 而且要快 如果不是的話 亞術就是這樣 如果你願意出來投降 他會有一點點給你 如果不投降 而粉力抵抗的話 他打贏的時候 這個亞術王一定屠城 這就是他向來的做法 所以他等於告訴希世家 你不是不知道的 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現在不如快點出來投降 你已經沒有路可走 這就是亞術王對希世家的恐嚇 十四節 這一次不僅是說 他有一封書信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八字黑字地 來呈遞到希世家的眼前 希世家看完之後 他就上耶華的殿 將這個書信在耶華面前展開 希世家就是第二次來到神的殿的面前 來祷告 甚至今次他就將這封的國書在神的面前展開 讓神親眼去看看 神你看看 你看看對方如何去辱罵你 接著就有一段的說話 這段的說話代表希世家的信心 代表希世家把所有的盼望 把所有的東西都壓住在神的身上 以前他靠聯盟 以前他靠金錢 但今次他所有的東西都放低 甚至連自己的面子王的尊榮都放低 來到神的面前 他將一生所有的賭注都壓在神的身上 他在他的眼中所看見是甚麼呢 所以他就這樣說 十六節 《坐在二基路牌上萬君之而華》 他說你曾創造天地 天地也是你做的 一個小小的亞術算得是甚麼呢 你是坐在二基路牌上 天上萬君之神 有誰可以跟你對抗呢 你就是那個最終的能力 你就是那個最大的神 他說 唯有你是天下萬國的神 天下萬國也是你的 因為天地也是你創造 有甚麼不是你的 甚麼都是你創造的 所以甚麼都是你的 天下萬國自然都是你的 因為天下萬國都是你所創造 並且存在在你所創造的天地之中 所以這就是希西格眼中的神 第一姐妹 我們眼中的神又是怎樣的呢 特別是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將我們的神縮小呢 還是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仍然看見我們的神 是坐在二基路牌之上 萬君的耶穫華 曾創造天地的主 萬國都在他手中的那一位神 這是很值得我們去思想 特別是在急難當中 特別是困難當中的時候 我們的神有沒有被我們矮化 縮小甚至遺忘呢 還是越在困難當中 我們越是定精看見神的偉大 能夠投靠於他 所以他就說 你要質疑而聽 要求你真眼而看 你看看這封國書寫的是什麼 你聽聽聽 你聽聽西拿基納 他欲罵永生神的說話 要說阿術果然 當然他們也說到 阿術果然是將列國變為荒涼的地方 將列國的神都拋在火裡 但是不要緊 因為這些列國的神 不過是木頭、石頭 是人所刁剋的偶像 他們根本就不是神 所以抵他們落在火裡 被焚燒正盡 但是你不同 你不是偶像 你不是人手所做的 不是木頭、石頭 所刁剋出來的偶像 你是創造天地 萬鈞的耶穫華 在二基路伯之上 在萬國當中掌權的神 怎麼可以容量他 他這樣欲罵你 所以要說我們的神 現在求你救我們 脫離阿術果然的手 求你興起 因為你是活著的神 你不是那個 真的不存在冬眠的神 你是活著的神 當你出手的時候 要讓天下萬國都知道 唯有你是耶穫華 讓萬國都看到 你跟偶像是不一樣的 偶像救不到他們的國家 脫離阿術果然的手 這就是希西加的信心 這就是希西加的禱告 他第二次面見神 當他第二次面見神之後 我們看二十一到三十五節 神透過先知以賽亞給他回應 第一節 阿摩斯的兒子 以賽亞就打發人 去見希西加說 要說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既然求我攻擊阿術王 西拿基納 所以要論他這樣說 蛇光的女子藐視你 癡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搖頭 你欲罵誰 涉足誰 揚起聲來高舉眼目攻擊誰 乃是攻擊以色列的聖者 你值你的神博欲罵主說 我率領許多戰車上山頂道 泥巴亂極深之處 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鄉帕樹 和皆味的松樹 我必想極高之處 進入肥田的樹林 我已經或請喝水 我必用腳掌踏乾埃及的一切何 而我話說 你希望又聽見我祖先所造的 古時所立的嗎 現在值你使堅固成荒廢變為亂對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少驚惶羞羞 他們像野草 像青菜如房頂上的醜 又如田間未掌成的和家 你坐下你出去 你進來 你向我發烈路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發烈路 又因你狂撲的話 達到我意中 我要用勾紙勾上你的鼻子 把雀環放在你口裡 使你從沿路轉回去 以色列人 我賜你們一個證據 今年你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長的 至於後年你們要耕種收割 栽種葡萄圓 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脫聖餘的 必營耀往下摘根向上結果 必有聖餘的民從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脫的人從石安山而來 萬鈞之遙和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所以耶和華論阿瑞王如此說 他必不得來到這城 也不得在這裏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次 不得竹女攻城 他從哪條路來必從哪條路回去 必不得來到這城 這是搖華說的 因為我為自己的緣故 又為我僕人大為的緣故 必保護拯救這城 神透過先知以賽亞回答希西家 希西家既然你這樣去討告 既然你討告 你呼求你撕裂心腸 認罪悔改 披麻蒙灰 來到神的面前 謙卑自己 既然你要求神來攻擊阿瑞王西拿基納 所以神說 好,我就將對西拿基納的宣判宣 所以他接下來了 石岡的女子藐視你 癡笑你 向你搖頭 你所指的都是阿瑞王西拿基納 然後神就說得很清楚 你欲罵誰 你虧逐誰 你要舉起眼目來攻擊誰 你竟然敢攻擊以色列的聖者 你搞錯對手了 西拿基納,你有禍了 因為你搞錯對手了 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 你所藐視的人 都要向你搖頭 都要向你擺手 你借著你的神捕欲罵主 你自高自大 你說自己 訓練許多的戰車 上山頂又怎樣 甚至說自己已經滑井河 所以要用腳掌 踏乾埃及一切的河 就是靠自己的能力 你認為你勝過埃及 你認為你的戰車數目更多 你認為你就可以登高 你認為在你的眼中 黎巴嫩的香柏樹 街尾的松樹都不值一提 你好像高於眾樹之上 你讓自己無限的升高 驕傲到了極點 甚至去欲罵神 去蝕俗神 你要搞清楚 你欲罵和蝕俗的是誰 26節 神甚至跟他說 你沒有聽見我祖先所做的古時所立的嗎 你沒有聽過神向你發出的預言嗎 事實上 阿術的興起早在神的預言當中 如果不是神預言 如果不是神容許 何時輪到阿術帝國興起呢 本來他都是名不見經傳的 本來最強的是阿蘭 神是讓阿術起來 成為他審判列國的工具 但是這個工具竟然一個屈尾十 驕傲至大的地步 向主人大言不慘 你想想 有一天你回到家裡 你家裡那支螺絲批 例如告訴你 驕傲地欲罵你的時候 你說他會有什麼下場呢 你以為是靠你嗎 其實是因為神用你 神藉著你 使堅固的城荒廢變為亂堆 26節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少驚惶羞羞愧 他們很像野草又像青菜等等等等 一直這樣下去 其實你所做的事情 你今天之所以亨通信你 是因為神幫助你 是神讓你的敵人在你的面前 軟弱不堪不堪一擊 他們都好像野草和亂堆一樣 沒有人可以抵擋你 其實是因為神讓他們的力量衰微 讓你強大 但是今天你竟然反過來 你的強大是因為神 但是今天你竟然以為你強大到一個地步 比神更強大 即是誰是主 誰是狹狹 你都未分得清楚 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你所做的事情 你坐下你出去 你進來你向我發你錄 我也知道 神話我全部都知道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不要再狡辯了 既然如此 神說 我要用勾勾著你的鼻子 用雀環放在你的嘴裡 將你拉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你以為你可以攻城 你以為你可以掠地 你以為你可以勝過耶路撒冷 甚至大言不殘 神說沒有辦法保護耶路撒冷 神說我將你像畜生一樣 拉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這就是神所發出的審判 以色列人 我要給你一個笑頭 今年你們要吃自生的名 你也要吃自長 甚麼是自生 甚麼是自長 就是野生 你根本沒有機會可以耕田 在田野裡面 割到甚麼就吃甚麼 納到甚麼就吃甚麼 不過 後年你們就可以耕種收割 可以栽種葡萄園 即是平安 平安的日子 你才可以耕種 如果打仗的日子 你哪有空耕田 每個人都放下床頭 拿起兵器來守城 所以他說後年平安就要臨渡 但你看到神的笑頭很有趣 笑頭不是現在出現 是後年才出現 整件事解決之後才出現這個笑頭 所以神是一個跨越時空的神 神所說的話一定會成就 祂可以將明天的事情 當成今天的人靜 只有神才能做出 對祂來說時間沒有意義 祂穿梭在時間當中 這也讓我們認識我們的神是無所不能 也就是告訴我們 未來不在仇敵的手中 未來在神的手中 未來不在我們的手中 未來只在神的手中 這就是神超越一切的能力 因為未來連仇敵都無法知道和控制 只有在神的手中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神是天下最大的神 祂看著未來做今日 以至今日所成就的事情 引向未來 這就是神的掌權 所以耶穌華就論阿瑞王 祂說祂必不得來到者城 必不得在這裏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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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不得拿盾牌 竹裏等等 意思是祂根本連道也不能到耶路撒冷 打仗你要射箭 你當然是去到近距離 才彎弓搭戰 拿起盾牌也是兵臨城下才拿 你會否離開九丈縣也未見到那個城 就去拉起弓箭 不會的 所以祂說你根本連拉弓的機會都沒有 拿起盾牌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你根本不能到耶路撒冷 什麼竹裏攻城這些 你想想的東西全部都沒有機會做 因為你根本無法碰到耶路撒冷 你連靠近耶路撒冷 機會都沒有 你就要回頭 你從哪條路來 神說 我就要你從哪條路回去 因為神要自己保護耶路撒冷 讓你看見 你欲罵神說 神沒有辦法保護耶路撒冷 所以 其實神只是跟阿瑞王說 阿瑞王 你說我沒有能力保護耶路撒冷 我告訴你 我要讓你連耶路撒冷的邊皮都碰不到 你就要回歸了 這就是神的斥責 結果呢 36節 耶華的使者出去 在阿瑞王刑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來 一看都是死死了 阿瑞王西拿基納就不迎回去 住在利利微 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廟裡叩拜 他兒子阿德米勒和沙利息 用刀殺了他 就逃到阿拉納地 他兒子撒哈頓接觸他作王 神的說話一出 當晚 耀華的使者出去 耀華的使者 中文看不出來 英文就看到了 The angel of the Lord rent out 一個天使 耀華用一個使者 一個天使 一晚之間十八萬五千人 就變成死屍 清早一起來的時候 不撩全部都是屍體 所以阿瑞王西拿基納就立即拔迎回去 還不能打 一個天使 一晚就可以滅了十八萬五千人 你還想打 如果再來一個天使的話 就全部都死了 連自己都可能第二招變成屍體 所以西拿基納根本就不能打 馬上就拔迎回去了 真的好像神所說 他連耶路撒冷的邊皮都碰不到 因為這個時候 他的主力大軍 還在納拿這個地方 所以他根本連耶路撒冷 靠近邊皮都沒有機會 就已經要拔迎回國 不敢再來 這個不敢再來 一去到什麼時候呢? 去到一天 他在他自己的神廟裡 扣拜偶像的時候 他就被自己的大兒子 用刀殺了他 然後他的第三兒子 以色哈頓接觸他 他不敢再來多久 其實當他回去之後 到了三十八節一日 其實過了二十年 二十年後 這二十年裡 他都不敢再來 二十年後 果然就是神所說的話 就是成就 他兩個兒子 用刀把他殺了 並且還在他自己 在神廟裡 拜偶像的時候 落手殺他 反過來 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你說神不能夠保護他的百姓 但是問題就是 他在他自己的神廟裡 他的神都保不住他 還要被他兩個兒子 親手殺了 然後兩個兒子逃亡 最小的兒子就繼位 這件事雖然在二十年後發生 但是很奇妙的 就是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其實在這件事發生 之前五年 希西家已經過世了 所以希西家被希西家辭死五年 神的應許始終成就 不過希西家看不到 所以時間真的是在神的手中 神祖師有祂的法則 神祖師有祂的時間 但是神總不誤事 神所宣告的一定會成就 今天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信心 我們是否能夠這樣 在急難當中 能夠去依靠那個看不見的神 但是這位看不見的神 甚至比埃及一切你看得見的 更加的有力量 更加的實在 神才是那個真真正正 在天地、在人間、在萬國當中掌權的 各位一位 Amen 主,祢就是那個獎勤的神 祢就是那個色在金在榮在的神 我要讚美祢 名字都得要 Kalilia 願和花本味道 感受到蘇美 它名和的味道 能力全到永遠 在開一米初始而更定 哦 我 它是心事全男神 永远在身边 神是你的诚颂 祂能力一加弦 祂已恩待我们 向我们的生死爱 我祝祂一信心 要是恩给我们 神是你的诚颂 祂明媚的赞美 耶稣是全能力一生 耶和花本味道 感受到赞美 祂明和的伟大 等你全都永远 在祂一米处 是河满地与二万 祂是心事全能生 永远在身边 神是你的诚颂 祂能力一张线 祂已恩待我们 向我们的生死爱 我祝祂一心情 要是恩给我们 神是一段承受 祂明媚的赞美 耶稣是全能力一张线 神是一段承受 一段承受 祂能力一张线 祂已恩待我们 向我们的生死爱 我祝祂能力一张线 神是一段承受 祂明媚的赞美 耶稣是全能力一张线 祂就是那个应当清重的神 祂就是那个一直掌权的神 神是全能力一张线 祂我们说我们要参求你的面 我们要谦卑自己 在你面前 向你呼吸 我寻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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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倍自己 千倍自己 窒息在极深所里 我要寻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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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心深处 从心深处 无恒 我抹着为余 日夜不停 去求你 我寻求你 真心知己 看我眼睛 看见你无比的美丽 愿你沉溺 把我的荣耀藏着你 与你善与 进入那根深之地 我愿意沉溺 愿意沉溺 愿意沉溺 产生知己 产生你知己 开我眼睛 看见你无比的美丽 愿意沉溺 愿意沉溺 把我的荣耀藏 在这里 与你相遇 心如那根深之地 愿意沉溺 愿意沉溺 我愿意沉溺 产生知己 愿意沉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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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沉溺 主要当我们知道 是要我们寻求你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 神啊你必然就在我们的当中 弟姐妹 今天弃世家 面对极大的困难 当弃世家面对亚述的入侵的时候 是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 但是弃世家的选择 就是谦卑自己 来到神的殿的里面 求神降临 求神再一次临到在他的生命里面 今天弟姐妹 我们会不会都好像弃世家一样 面对一个困难呢 可能我们的困难 没有弃世家一样 一个这么大的灭族灭国的困难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总遇到 大大小小不同一样的困难 但是我们怎样面对这些困难呢 用弃世家的前半段人生 继续去寻求列国的帮助 用自己的方法 还是好像今天37章里面说的 弃世家的方法 弃世家他做了一个选择 他撕裂衣服 披上马布 尽了耶和华的电 并且他清楚知道 今天的急难 扎佛 灵欲的日子 是他无法靠自己胜过的 是啊 他在急难之中 是啊 他在神的懲罚之中 是啊 他被仇敌灵欲 今天的我们 我们会不会作弃世家 同样的选择 就是面对我们大大小小的困难 我们回到神的殿 我撕裂衣服 披上马布 为的就是谦卑乐利 主动进入神的殿 同神讲 是啊 我面对急难 神啊 在这个急难里面 我是为什么要面对这个急难 你是想管教我些什么呢 受敌 为什么会在我生命里面囂张呢 我们来寻求神 好吗 大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安静在神的里面 我们来到 谦卑自己 再一次回到神的殿 跟神讲 在我的生命里面正面对的困难 是什么 这个急难是什么 当我一路述雪的时候 我听到神话 是指 离我的电钟 我见到一个人正好像 欺世家一样 跪在神的殿 趴在神的殿里面 跟神讲 神啊 我面对的急难 让我走投无路 我见到这个人就这样跪着的 跟神来到祷告 跟神来到认罪 跟神来到呼求 呼叫这些责分灵欲的日子过去 好吗 如果这个都是我们的话 我们就进入灵里面 我们来跟神讲 神啊 是我面对金难 这个金难 可能是我的经济 可能是我的人际关系 可能是我的夫妻关系 甚至是我整个的人生 我的前脑 好吗 我们一起来呼求 跟神讲 神啊 救我 神啊 帮我 神啊 我愿意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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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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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你的汉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